各位早晨,繼續回到我們發達廣場的環節 歡迎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身邊的嘉賓都是郭Sir在跟我們聊天 郭Sir早晨 事不宜遲,先聽盧先生的電話 早晨 喂,早晨 是,盧小姐 我想問一下1929周大福的 那時招股價那時抽了 但現在它不斷跌 我想問一下,會否有機會升股價,還是我走了 OK,周大福,1929 他今天亦創了52週的新低 去到11.58,暫時跌1毫 其實都頗無奈的,郭Sir 上市價抽了,到現在這一刻 好像都不停地試低位 是啊,其實之後曾經在那裏 見一見15個領 即是如果你是快快手,輸贏不是大即走的話 是可以下賭斜的 但稍為深一軟一軟的話,那就閉加貨了 因為往後已經是一浪低一浪 你看圖已經知道了 這一刻來說,這三兩天,如果輸贏不是太大 14.8樓上一兩毫 算了,這樣下車便可以下車 之後已經輸不到身 現在的價格已經創了一年來的低位 零售相關的股份,其實這一分鐘的賣點不強 第一,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不慢 第二,消費的意欲下降了 而最重要的是,舖租的租金簽了是高企的 零售相關的股份來說,如果營業額能夠維持不斷上升 就算租金持續向上調 只要轉嫁得到,問題就不太大 但當你營業額稍為放慢,情況就麻煩了 因為燈油火拿、租金,你一定要給的 而且在這一刻來說,我自己覺得 半年前,零售股是當道的時間 大家當然是炒得不易樂乎 但這一分鐘大家的看法會比較保守一點 股值方面也不敢太進取 老實說,如果你是拿得少的話,我就不給意見 拿得多的話,自己指示 或者適量轉賣去其他板塊就好過了 第一,當然是不要追求 因為看回形態來說 仍然處於逐步下市低位的格局 除非經濟在第二季或者第二季尾慢慢好 零售銷售的數字也會回復正常的增長形態 零售股來說,可能是那一刻略為做好一點 說真話,招股價是15元 其實當時是30多倍的市盈率 是相當值貴的 你看回很多零售股 都是十幾倍、20倍的市盈率而已 如果這一刻你問我的話 第一,就不要再增持 不要再扣 第二,如果印得同是沽的話 不如將資金轉馬 其實例如水泥股3323那樣 雖然這兩個市況比較低迷 但如果你說可以作一個考慮的話 我相信3323的投資價值 應該遠高於宇宙大幅 OK,好,那劉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OK,好,謝謝郭Sir OK,郭Sir,不如跟進多些板塊的情況 其實過往五一黃金周 這些珠寶金塊 這些珠寶金色股 其實都有炒作 但今年就很明顯失息了 會不會有很多內地的同胞 對金的需求明顯地減少 你好像見到金價來說 亦都是回軟 回回每盎市1,600美元 是呀,老實說 金價越升 人們就越是要保值的 如果金價是牛皮的話 即是基於一個 不是太好的保值的工具 這個概念 大家搶購黃金 那個動作就會比較慢 其實金色店 你買金戒指賣金鏡鏈 賺的錢是很少的 你想想,金價就僵了 如果金價一路升 你買了出去的話 你即是說 買一兩就少一兩的 是不是 你只賺中間有少少加工費 當然了,毛利也是有 但不是說真的好得那麼緊要 最好買的是什麼呢 反而是鑽戒 肉食戒指那些 譬如一隻一卡的鑽石 五萬元又可以 七萬元又可以 可能那些鑽戒做得好一點的話 對女士來說 她就算有三隻 她也不介意買多一隻的 我始終認為 鑽戒那方面 如果你要銷程得好 一定要經濟環境好 以及消費能力強才可以 以現在這個情況 樓價又似乎來說 都相對比較在調控之下 都略有低迷的感覺 股票更加不用說 近期好一點 但遠遠未去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即是說 消費就算是更強也好 可能一年兩年 始終到第三年 就會靜下來 當然不知 如果樓市是輕輕好一點點 而股市能夠回到 2,500、2,600或者2,700 我講內地 一眾的消費者 消費意欲又會大增 到其是 女士的手袋 名牌的服飾 甚至乎一些鑽戒 金色又會被搶購 不過坦白說 只要看估值 如果零售相關的股份 例如十多倍的市盈率 暫時來說還可以接受 如果你去到二十多 甚至三十多倍市盈率 我就老老實實很保守 不要忘記 全部的店租都是天文數字 你仍然不能同步增長的話 只是賺到的錢 可能連鋪中也不夠 公司有什麼法子有錢賺 另外 不如說說六福集團 五九零 我還記得 在周大福上市時 這一隻都炒至三十元左右 但如果你現在見到股價 去到二十一個兩毫半 今天升兩毫子 都看到消息 說到六福方面 希望在五一黃金周之前 在內地會再開多間三十間店 如果開這麼多店 變相內地人都不會來香港消費 直接可以在他們內地消費 問問你 六福方面是怎樣的 其實全球的分店會增至到八百七十間 這個很簡單的說句 消費一直都是強勁的 你開多些分店當然好 你做多些生意而已 但是當消費意義是減慢的話 你分店開得越多 你承擔那個租金的支出 人工 一般的營運的成本 是不斷上升 這個反馈就不是那麼好 我不覺得消費 會去到一個很差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同舖不斷地去擴展的話 如果你的營業額同樣不斷上升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但是你店鋪不斷多 而整體的營業額是放慢的話 這個問題就來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 零售相關的股份 除了它的往昔之外 最重要是第一季的營業額 銷售額 到底是增加還是減慢 如果是同步增加 問題不大 如果是減慢的話 大家就要考慮清楚了 因為事實上來說 租金持續上升 人工持續上升 可能到最後 毛利或者邊際力量 是不斷地被削弱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能夠解釋得到 好像陸福那樣 市場現在變成 大約12倍多些的市盈率 這個估值就不算是高的 我想是比較合理 你相對剛才好像周大福那樣 都還說20幾30倍市盈率 我就覺得高了 老老實實 各位朋友剛才問到我 到底好不好減榜呢 第一當然是不要扣 第二你的估值這麼高 就算我估了出去 我買回六幅 二十幾倍的市盈率 我買回十幾倍的市盈率 我的數目也有得為 不過即使是這樣的話 對零售股我暫時來說 都是很保守 因為我覺得零售銷售的數字 是持續放慢的 但租金持續上升 即是說支出不斷擴大 但收回來的錢不斷少 你的營運開支持續上升之下 邊際利用一定是被削弱的 所以對零售股來說 暫時來說 暫時不要扣帶大家衝擊 五一黃金周 的確是一個消費的黃貴 但跟去年和前年來比 好似氣候就完全不同了 明白郭Sir 我們看看珠寶金息相關的股份 周大福方面要跌一毫指 最新去到11.58 六福升兩毫 報21.25 周生升跌兩先 去到19.98 而看借稅輪方面 去到九毫九指沒有升跌 景福集團要跌近3% 去到6.3 東方標行升兩先 而英王中標要跌一先 謝謝郭Sir 我們這一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第二位分析員 和大家聊天 做分申報剛剛談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好的 謝謝你休息一會